哈喽大家好,今天小编带大家盘顶一下目前斯诺克球员的单杆过百 很多球迷都知道奥沙利文目前是1000杆加单杆过百 但实际的数字是多少呢?估计大家都很模糊 其实奥沙利文目前的单杆过百总数是1045杆 截止至2020年冠军联赛 当然了,这个数据很快就会改变 因为奥沙利文将会在6月5日开启冠军联赛之旅 相信霍老师很快就会刷新自己的单杆过百数据了 不得不说奥沙利文确实是传奇般的存在 每次的单杆过百都将会是一个纪录 753节的另一位乌施西金斯 前不久刚刚超过了台球皇帝 目前以790杆排名来到了第二位 不过由于近些年状态有所下滑 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排名第三的是台球皇帝亨德利 虽然皇帝已经退役多时 目前没事也就每天排排抖音 但皇帝早现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出色 因此以775杆过百占据第三 斯诺克805谷中 特鲁姆普以713杆排名第四 早些时候特鲁姆普曾豪言 自己的职业生涯将要超过2000杆 不过以小特目前的情况职业生涯单杆过百 超过1000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想要突破2000杆 恐怕难度还是不小 1989年出生的小特现已年过30 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 经济状态也会在所难免有所下滑 而罗伯逊以706杆紧随其后 这位人送外号墨尔本进攻机器的男人 得分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 曾经还单散季打出过100杆加单杆过百 排名第六的是马克·塞尔比 塞尔比被人称为斯诺克里面的魔王 但其实小丑的得分能力也十分不俗 以624杆牢牢占据第六的位置 我国选手丁俊辉由于近两年 状态不稳定 暂时以532杆排名第七 而另外一位805虎成员莫菲 则以517杆排名第八 与第七名的丁俊辉仅仅相差15杆 其他我国选手梁文博 以256杆排名26 萧果冻171杆排名40 周叶龙则以100杆的数据排名第七十一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带来斯诺克单杆过百的详细数据 关注我每天为各位带来斯诺克精彩小知识 可以כ 2007 你又要 Bodyin presenters因为舞台信一些 你已经成为旺杆的了 nuit 看队 你们 flowing